第2 三 這個又帶入了我們第二個問題 很多家長都會說 我兒子以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喜歡考藝術的學校 不管是國外好 出到國外好 我聽了一個朋友說 現在RCA 皇家藝術學院裡面 華人都是佔主流的 20-30%很重要的 他們收到很多中國人學生 基本上可能全世界很多有名的藝術學校 都是很多中國人去考的 這個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了 所以很多家長看到 我兒子和女兒可能很喜歡學畫畫 又可能有一點興趣 以前是培養過的 現在就逼他們去考這些學校 他們經常追著 我兒子什麼時候要學素描 我兒子什麼時候要學素描 我說你先15-16歲 他說這麼遲就不行 那時候就來不及了 有很多功課 不宜早點 九歲十歲 我說不用這麼早 九歲十歲就說不到 所以你剛才說的 他心智都未成熟的時候 他沒有寫實訴求的時候 你逼他就逼不到 這件事其實是真的有心理學的研究 其實是真的統計過的 一定要明白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其實所謂掃描 也就是說 在一個平面上 準確描繪一個物體 這件事本身是一個類似數學 都會抽中 如果在一個二位的空間上 怎麼放一個杯的透視畫準 這不是感覺 怎麼在一個平面上 在一個白紙上 放一個物體的明暗系統 畫出來 這不是感覺 實際上 所謂的靜物 包括三個很簡單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 要把這個形體 在一個平面上 準確描繪出來 其實在裡面有透視 同時 光線照射在一個物體上 在一個物體上造成一個明暗的差別 所謂立體 其實立體就是光線的關係 這是第二個 明暗系統 其實第三個目標 就是質感 質感 所以我一直很不理解 為何靜物化在中國成為基礎 是啊 因為很多國外考的學校 它不會有掃描的要求 是國內考藥術學校 一定有色彩植物 很奇怪 實際上你一定要明白 當你把這三個目標 想清楚的時候 你要明白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當你的訓練未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當你的智力未發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當你的認識未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當你的認識未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這個程度是抽象性的程度 你是不能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 尤其是質感 你是不能同時實際上 背後是有抽象的因素 如何抽象的因素 我剛才說到第一個目標 就是平面上把杯子畫到深度畫出來 很簡單 杯子上面有一個圓形 下面有一個圓形 當兩個圓形在平面上出現的時候 你如何才能使它覺得是互相有配合呢 就是焦點透視 也就是說上和下的兩個橢圓形 要按照透視畫出來 我講的杯子很簡單 如果說汽車 很多人說汽車傻了 說不行 為什麼呢 很複雜 這是一個透視問題 畫家建築一樣 這是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 我剛才說的 所有物體都置於光線之下 不如我講的是一個傳統的 或者源於西方的寫實的數目的概念 但是這個時候你要研究光源 你要研究光線 照著物體上面所形成的明暗系統 這個又要訓練 明暗與會在西方美術師是一個發展過程來的 它本身經過很多年的探索 慢慢形成一個明暗 明暗所謂的五個面 授光 背光 反光 高光 明暗交界 但是呢 這個系統如果你要準確表達的話 它本身是否是一個收藏系統 手上它一個個確認要搞清楚 是不是明白 最難的就是質感 其實質感和什麼關係呢 就是這兩個因素過了以後 質感和什麼關係呢 其實嚴格來說質感和高光有關係 在西方的美術師上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對象 比如17世紀的荷蘭畫家維米爾 我們事家經過對他作品的分析 認為維米爾畫畫不是用眼看的 它是通過一個透鏡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油畫上面出現了什麼現象呢 出現了一個我們今天要通過鏡頭攝取才能夠出現的 比如說那個 就是維米爾出現的那個明暗交界 它是光點來的 這個光點用眼看不到的 所以美術師界現在基本上認定 維米爾畫畫是經過一個凹凸鏡的裝置去看對象 所以它就畫出光點來的 因為質感 所以質感和高光是有關係的 而高光在西方或者在美術上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如果你不明白高光呢 或者你不明白到高光的含意呢 你就畫不到質感的 那這些哪個基礎呢 這些哪個基礎呢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要經過抽象理解的 和有相當深度的單獨課題來的 結果我們在中國變成基礎訓練 因為基礎訓練就是畫植物 就是畫那個水果 水杯 牙餐 花瓶 桌布 對呀 他們現在訓練都很厲害 對這些方面 對著那些畫 臨毛 可以將那樣東西臨毛也很臭 但你要他畫其他東西 他又變成不行了 或者轉個角度也不行 對 他又不懂 為什麼呢 其實他就是 當然我們現在中國的訓練就是畫照片 而畫照片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照片已經經過攝影的處理了 對 裡面有焦點的問題 對 焦點處理了 明暗處理了 色調處理了 所以現在中國開始變成什麼呢 改考卷開始用電腦改 我看到電腦改 電腦改 你看不到真相 為什麼呢 電腦處理了 小時候不協調的話 變協調了 一定的 你問一下電腦編程工程師 他們研究就是這件事 他們全部研究就是 光線照射物體上有什麼規律 於是我們用相機派來 我們用電腦呈出來 它已經被處理了 而我們為什麼要看著實物 不是照片畫呢 是因為我們用眼睛來處理對的問題 所以畫照片 和畫一個靜物的樣子 不斷去臨毛 為什麼它轉不到另一個角度呢 是因為它這套東西是一套畫法 嚴格來說 它真的不是那個對象 而是一套畫法 當你屬出這套畫法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當對象不存在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畫 因為這個畫法 差不多在其他上面 簡單來說 我們平時用的手機 如果你用開了安卓系統 你轉平的時候很辛苦 這個比喻很正確 操作系統會左右你的 你說得對 這個比喻很正確 你習慣了那個操作系統的邏輯 你要轉回頭來就很難 你是使用者 你要去使用 但一旦你換了系統 你就不習慣了 很多人用PC機 用開了以後 他不習慣用蘋果 就一個很簡單的因素 就不習慣 為什麼呢 PC機全部是左上角 蘋果是右上角 蘋果是右上角 很多人都很煩 為什麼是右上角 反轉 蘋果是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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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角 這個PC機是右上角 沒錯 你用這個比喻好 實際上 照片或電腦裡的處理 是一個操作系統的處理結果 其實取代了你的判斷 所以你如果通過這個操作系統去學 就等於你習慣了一個操作系統 你做不到第二個操作系統 而我們希望 我們更加深入的學習系 研究這個操作系統的構成邏輯是什麼 是 這樣才對 但很少人會這樣做 很少人都是 很少人會這樣做 我們現在整個教學 已經推向這個狀態 主要說 很多中國人 中國小孩要去外國學藝術 哎呀 我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說 起碼我知道 因為我們美園出來的 美園很多美二代 甚至是美三代 但實際上我知道 我們美園很多美二代 裡面有一半人以上 是因為學其他東西學不好 就是學華話 當然這樣說是危險 一定不要大家認為 學華話這東西好像是學其他東西學不好 學華話 不是 其實學藝術這東西很難 我認為他花時間的長度 是比學其他 其實是要長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有些家長認為這東西 好像可以創造 沒有標準 似乎可以容易一些 是的 很多人就覺得這樣又行 所以就推出小孩子去學這東西 他們一定要明確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但是呢 美園裡面的老師三分之二都不合華 做作品出來 那這個作品到底是你呢 還是老師呢 其實我們現在都看了眼 其實是老師幫你做的 但是對於那些學校的教材來說 他們還未來得及判這件事 學國藝術本身 學國藝術本身的確不是一個 一加一等而二的準確標準的東西 它的確是看你的創意 看你的感受 所以我經常認為 甚至我的極端看法是 實際上真正是學藝術的人 或者真正做藝術的人 真是天才 那什麼意思呢 不是說我宣言天才論 而是我認為 你一定想起一個很簡單的事 如果你不顧一切 不顧現實生活的需求 都認為你一定要做藝術 不能夠抑制一個衝動的內心 我覺得你就應該學藝術 但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外家的動力 好像說學藝術更加容易一些 更加好 更加容易過關一些 你千萬不要學藝術 因為你沒有用的 這個內部的動力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經常和兒子討論的問題 我都這樣說 其實我認為你不要學藝術 結果還是要學 證明你有動力 但千萬不要給你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學藝術 你一定要學藝術 你一定要學 容易操作一些 容易過關一些 我很擔心中國的很多 小孩子很聰明 其實我認為現在是很聰明 他們並不能夠意識到 藝術的真正的難度 他們很快就領會到 好像學藝術很多東西可以 可以容易搞定 他們認為容易搞定 創意什麼叫創意 創意就是自己 有時候我們沒有必準的時候 你有自由發揮 就很有創意 所以他們認為這件事好像很 有點容易 實際上是一個逃避 我不知道 我經常懷疑